差一點點 我差一點點就行 好多了 我已經有了 我已經有了 你已經有了 欸 幾個月了 末了 好 今天石頭摔這種 三種東西 有概念的嗎 噓 所以哪種石頭最硬 說看 電池 電池 電池也比較硬 比如說你看其實 我問你喔 鑽石發現的地方會在火塵裡還在變子眼 不知道 鑽石炎 為什麼會變子眼 所以我 會在這邊收掉 我看附近 蛤 鑽石 金鋼石 金鋼石 對啊 所以說我剛剛講齁 你看像這種石頭 大家知道它擦片嗎 兩個看起來 顏色不一樣 這其實有點是變子眼 這只是神秘眼 你把它撞破開就知道了 那神秘眼你看 中間有一點點這個石頭已經變子了 我怎麼知道它變子 對 它變成結晶狀 好 它變成結晶狀 它是 有點像是 石英的 石英的 石英的東西 像 一般來講 我當時累積起來的時候 中間有一層的東西 它是比較單低的材質的時候 我如果經過高溫的時候呢 它這一層會先融化 有聽懂嗎 因為我這一層 假設我這邊剛好有一層 比較多的石英的成分 我這樣打一下 是不是 這一層 這一層都是石英的成分 所以這石頭 有一層是石英的成分 所以這一層的成分呢 如果經過高溫 假設它的溫動點 比旁邊的石頭都低 這一層就會融化掉 融化掉之後 在降溫之後呢 它就開始結晶了 就開始結晶 結晶生成它就排列很整齊了 所以一開始層幾點 是堆疊的不整齊的情況 堆疊不整齊 可是我經過一個融化 在結晶的時候 它堆疊開始變成成型 堆疊變成成型的話 好一點的話呢 會像這樣傳那種結晶狀 就是雲母的話 那 這是塑膠片嗎 雲母 這是雲母 雲母是在塑膠沒有形狀 在塑...沒有 在塑膠沒有被發現之前 雲母是一種很好的隔熱材料 吹風氣嗎 對 而且太高 它不太融化 吹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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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容易碎 好 好 我也是想吃這個 什麼 不是那個什麼嗎 是嗎 哦 這是玉米 那像這個是石鷹 這是石鷹石 那如果好一點的石鷹石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是有 結晶很漂亮 可以長出六角形的結晶狀 可以是去那個什麼 那我們那邊是去那個 對 水晶 水晶又是另外一種東西 水晶又不一樣 但是 雙臂上 對 有時候雙臂上可以找到 是六角形的石鷹棒 完整的 對 沒錯 所以 那像在這個石頭裡面 我剛剛拿了一個石頭 就是一層一層那個 你看這石頭裡面 是縫縫的 你仔細去用行為進去看 你可以看到它中間是三能發亮的 它自然也是有結晶狀的行程 所以結晶狀 放它進去可能看得見 對 對放它進去 有啊有啊 你看這邊就有六角形的 在這角落 左下角的角落 對 對 你不要動手 就把它戳過了 在這角落 柱狀啊 有欸 有沒有 對 好小 所以說 這一層啊 假設這一層剛好有十一 它一開始 沉積的是 是本碎狀的沉積 對不對 沉積了之後 那這個石頭如果 剛好旁邊有高溫 它把這一層給融掉了 這一層融掉之後 它要降溫的時候 它凝結的時候 就開始產生結晶狀 結晶狀就很漂亮 如果像空間揍大 它可以形成 為什麼會這樣子產生 結晶狀 所有東西在融化 在冷卻就會產生結晶狀 可是那 破損液 應該都會 那我這個人的結晶可能很快 很快 因為它溫度很高 溫度很高 要降溫很快 就會降低它 可是電池的環境通常是 我旁邊這邊有個火山對不對 所以溫度一直很高 它的降溫是緩慢的 你降溫緩慢的時候呢 它的結晶就很漂亮 如果降溫是很快 如果有岩漿這樣衝出來 起碼這層岩漿的降溫 跟這邊的岩漿降溫是誰比較快 上面 上面的 因為旁邊的空氣 然後就降溫 可是在圖裡面的岩漿 這邊的溫度是很持續很長 一直 這十個月都是1000度 下十個月變成950度 加一顆4度 那是兩年 可以啊 底下的岩漿都滿溫度的高溫 它慢慢溶化 它慢慢溶化 就看到溫度 所以我剛剛講 這裡面講是有一層溶點比較低的 它就先被融化 它被融化 但旁邊這個不會被融掉 就不會融掉 那不會融掉的情況之下 這一層又開始降溫了 它又再結晶 再結晶就形成 剛剛看到那個很漂亮的石英 彈在裡面 就變成一層一層的 像這個其實也是 表面這層也是一樣 中間這個沒有重音結晶 但是這個白色是重音結晶的 像這層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一層 這也有耶 這也有漂亮的石英 在中間 這個很完整 看到中間有一個一個棒棒 那個六角形的棒棒 結晶 結晶行程 好 OK 好 這是比較沒有更多的 那表面是它 它層的 最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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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層 有沒有這裡呢 哇 它真的超小的 一根一根的 一根一根的 對 對對 好 OK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一般石頭 要測它的硬度怎麼測 打它 打它 對 怎麼打它 拿更硬的打它 拿更硬的打它 紅圖上哪一個打給你 還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都比較 護膜 護膜 我如果拿這兩個石頭 護膜 護膜 然後把上面的血液 先剝開看看 我看哪一個 有受損 哪一個有受損 有受損是比較硬的 比較軟的 比較軟 比較軟 所以就兩個兩個 比較 兩個兩個 比較 我就慢慢可以比出它的 誰的硬 誰的軟 就可以比出來 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就是拿 第二種方法 最硬的東西 然後去砍它 適量是這樣沒有錯 我們以前在測試 也有陰陀器 你拿一個最硬的東西 用類似像金剛石 然後砍去投 它就用固定的壓力去壓 固定的壓力去壓 我壓上去的時候 我看 固定的壓 它有一個標準 固定的壓力去壓 壓看誰壓得比較深 壓得比較深的就是標的 壓得比較淺的就是標的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拿一個固定的石頭 固定的壓力去理壓 我壓進去的時候那個球形 它那個頭是做成球形的 是做成球形的 所以壓力去表面呢 如果壓變形了 它就會變成這樣 或者是變成這樣子 好 都是球形的 所以既然是球形的 也就是它可以量直徑 它可以從直徑去決定 它的圓有多大 對不對 好了 直徑越大了 表示越進來越軟 越軟 這是一種定出鏡 那那一種定出鏡怎麼做 它做成 因為量直徑還是掛柳 它做成圓錐形的 你從正上面看 正上面看 它是這樣子 從側面看它就長這樣 但是它是尖尖的 所以你的壓出來的形狀呢 都是一個尖形的形狀 一個零形的 正方形的 金字塔形的底部 對 金字塔形的底部去壓 壓出來之後呢 它把金字塔跑過來去壓 所以壓出來都是一個正方形 所以它很容易量尖尖的距離 量這個點到這個點的距離 接下來我也是硬度鏡 這是球形硬度鏡 不同的硬度鏡 那還有一個比較簡單 拿鉛筆 HP的鉛筆 HP的鉛筆 它的硬度是差不多的 去化 它是碳 其實一般的鉛筆不是碳 它是什麼 黏土 黏土 它黏土燒結 它黏土你會噴了一點點碳 噴了一點石墨去燒 去燒結 燒結是什麼 燒結是什麼石頭 變紫點 燒結就是變紫點 如果三種原始來講 果真葉 燒結就是黏土拿完了之後 拿到的東西去燒 沒有燒融掉 沒有燒融掉 它就燒到它 改變它的那個 改變它的結晶狀態 把黏土拿一烤一烤 那黏土沒有融化 只是烤一烤 然後它 烤分譯 其實乾淨廠 烤的時候呢 它會到結晶點 結晶點沒有到融點 結晶點跟融點 溫度有點略為差異 而且這黏土是混合物 混合物也就是說 它不是所有東西都到結晶點 那那結晶點是大部分的混合物 裡面就到結晶點 所以到結晶點之後 它裡面的東西開始化學反應 開始間解 間解形成之後 它就變得很強的結構 這叫燒結 燒 燒 燒是高溫的意思嗎 燒結結的結 對 因為燒 這是燒結晶嗎 對 可以這樣講燒結 這名字叫燒結 所以要燒結 它實際上就是 放到高溫裡面去燒 燒了就讓它重新再結晶 燒結 燒結的話會變硬 所以我們剛剛為什麼講到這個 噢 鉛筆 鉛筆 那個黏條 混了一些石墨之後呢 它混石墨的比例不一樣 就是HB 1B 2B 3B的鉛筆 混完之後 它拿去燒過 燒結之後 那就變得很硬了 心就比較硬 所以你看HB 2B 3B 4B 5B 6B的鉛筆 HB的比較硬 HB的比較硬 為什麼HB比較硬 我寫過 我才知道 你想想看為什麼比較硬 總是有道理的 蛤 HB 1B 2B 3B 4B 6B 哪一個比較硬 HB比較硬 為什麼HB比較硬 因為它燒比較久 不是 它碳放比較少 碳放比較少 碳放比較少 碳放比較大 也就是說基本上在燒結 碳不是燒結的東西 是黏度在燒結 所以碳的比例少 所以黏土燒結的比較多 所以它比較硬 所以它比較硬 寫起來比較淡 可是如果是 碳比較多的時候呢 是不是它燒結的東西 那些石木 那些黏土變少 所以燒結變硬的東西變少 所以它寫起來比較軟 它比較黑 它比較黑 鉛筆比較強 鉛筆筋啊 可是鉛筆筋會有分 多黏土 多啊黏土少 6B的黏土就很少 寫起來很黑啊 不是大小 它有分HB 1B 2B 3B 4B 寫過吧 它從9 H到7B嗎 沒有 就是總共 很多 很多 但是一般常見的是 HB 2B 是比較常見的 你去外面 你以後 就很難寫 很難寫 很容易短 很軟 很軟 你用一點 那筆筋是Z 就可以它筆筋是整個碎掉的 用一點 整個它筆筋是整個碎掉的 好 好 有問題 這真的裡面都有詞音耶 我奇怪 之前都沒有仔細去看看 那這個有時候詞音了 你看 等說一 你 你 修練 我們是不是被 可以幫我 處理一下這個東西嗎 欸 沒有嗎 幫我處理一下這個東西 把自己處理掉 修老師 動手 好 來